好,各位企业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4月23号,柯杰对战崔金的一场往期赛,柯杰直白,崔金直黑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是新小木,然后柯杰点了一个角 黑气费压,这个都比较正常 上方搬了之后断,然后走成了一个十字架定式 打完之后,只不过这个地方啊 柯杰马上出现了一个变招,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都是走这个飞,然后黑气现在真子有力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打 柯杰是直接扳,那么黑气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型,基本上也是只此一手啊 黑气断打完之后打吃,白气呢这个子也不能长 长的话被黑气就这么一路推出去啊,那你下方要死 所以说白气也是只能飞,黑气单提 白气把下方一长头,黑气跳出,白气再一跳 那就主要看这三个子啊,黑气现在吃不吃 当然了,如果按照AI的走法呢 黑气这个时候应该去靠压一个 虽然说这个靠压再长啊,跟白气的扳了再长 交换非常的损控 但是有了这两个子的这个后卫在这儿 再去夹击白气 那这三个子啊,基本上就已经动弹不得了 有得有失 实在呢,崔晶是不愿意交换这一下 他是单飞了一手 但是这一手棋啊,明显这个黑气的棋型就有缺陷 我们稍后从实战就能看出来 下一手棋,柯杰是在这儿小飞挂 黑气飞起头篮 你看白气直接往这儿一飞点 这个棋,黑气难受 你不走的话,马上白气从这儿压完之后 就要瞄着你的这个冲断 所以说黑气得补一手 这个只吃的干干的 而且以后还有利用 黑气不行 所以说这个胜率啊,也是慢慢的在下降 下一手棋,把最后一个脚给守住 黑气上方 夹棋,白气脱脚 这个呢,也是一个常规的做活手段啊 就是脱了之后连斑 黑气打了再沾,白气连回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 黑气要是沾的话 比如说沾这个 那么白气活气其实也挺容易的 随便你走什么,就虎啊飞啊都能活 这个不是很困难 实在呢,黑气是往这个二路点了一手 显然不想让白气活得这么舒坦 白气压一个是次取 但是黑气的下一手棋有点问题啊 这个棋还是应该长一下 对吧,白气如果沾了,我再把这个沾上这个白气出头 而且还要把这个旁边三颗黑子给撞后 白气肯定不好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呢,大概也就是打拔,活气 黑气这个段,你可以现在断 也可以留着以后段啊 比方说你现在下方 随便 抢抢大场啊 等白气上方逼过来的时候,你再断 这个也是一个调子啊 他飞,你还可以靠压 两边借力打力 啊,这个是黑气的一个调子 实在他往这个右边拆二啊 这个肯定是缓了 被白气往这先手一起补断 啊,马上你不走的话 打完之后一冲 这个地方一气要把你收掉 所以说黑气还得落一个后手去补一个 这个亏大了 被白气把这个二路的紫一斑啊 白气活得是舒舒服服 你断,他往里面一爬再吃 还影响到黑气的眼位 啊,你不得不再花手棋去飞 这个棋黑气失分太多了 而且左边也没有安定 以后往这一逼 也不知道是怎么办 啊 下一手柯杰继续再手一个脚啊 把这个脚彻底牢固 黑气拆了一个边 白气就压上来啊 这个时候柯杰明显判断这个局势不错了 所以说当黑气搬的时候呢 白气反搬就这么一路推土机压过去 如果黑气再长 白气肯定还要继续压 再长马上就往这一拆 这个棋黑气的空啊就不够了 比如说黑气一定要反击 吹金选择搬起头来 但是三个子的这个头 你选择搬的话 被白气一断 这个气本身就是非常紧 那而且你现在还顾不上 这种跳方的地方 不然的话被白气尝一尝 把你这个空一打消 黑气也不行 硬着头皮往前长 白气马上点防啊 这个棋黑气的 已经非常局促了 气也是特别的紧 而且呢 你这个地方还不太好 去什么打了之后再沾啊 因为这个底下随时有一个冲断 冲断完之后 底下味道是特别的差 白气随便搞一搞 这个黑气就吃不消了 所以说还是得贴回去 这手棋呢 也是个先手 马上瞄着白气旁边的这种冲断 白气沾一个 黑气再从这打持 再推 白气陪你推四个之后 柯杰不走了 回到左下角去挤了一手 这手挤也是一个骑行的要点 你看这个两边都是点方啊 黑气很烦 你首先这个断打也没用 断打的话 你这个两边贴都不行 你只有从下方打 白气一沾 你这个地方还得再沾 但是味道还是很差 白气随时这一段 你就得老老实实的沾上 下手棋 柯杰走的是这个外面的长 其实现在按照AI的想法来看呢 就直接可以碰完之后拆边了 至于中央的四颗子啊 在人工智能看来 这个白气死不掉 就是黑气扳头的时候 你再往外跳 因为白气右下角 已经提前围好了嘛 所以说黑气的这个扳头 价值并不是很大 他在场里再双 对吧 黑气自身这两颗旗也要跟着跑 上方白气的这个硬头 等着接应 基本上以后再走一走飞 就快回家了 所以说白气不怕 实战 柯杰还是比较稳了一手 长输去 黑气往这一点次 这个呢 明显是想搞一个先手便宜 如果白气沾的话 就被黑气给便宜到了 这个气还是得反击 柯杰往外一跳 黑气再一飞 当然这个飞 除了为边控之外 还瞄着白气这的一个先手端 这个一段你就得双 这边是黑气的一个权利 但是现在他来不及 柯杰呢 也是省略到了 从外面 这种闹事的准备 就直接从内部进行打入 这个也是非常凶的地方 非常考验计算力 因为像这种 一旦里面没骑 你的这个碰跟黑气的实战 下力交换 完全就是在损控 那我们接下来看柯杰的表演 他走的是这个段 其实我们要注意 你一旦碰完就不要想着去什么气子 如果走成这样 就你外面拐了之后再挡住 这个骑白气亏大了 一定要在里面闹 先手一段 二路一点 这个都是先手 点完之后往这一虎 这个虎呢 一方面确保上方 就是不会被黑气打掉 这个骑金 一方面呢 建议底下的子 这个形状啊 白气的气势比较长的 里面也是非常的复杂 实战推进师往二路夹了一手 那么这个骑AI始终强调一个要点 就是这个猴的位置 因为这个猴不但是破眼 而且下一手仍然可以断进去打吃 给白气造成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如果说白气这个时候放弃对杀 在外面围一围 那么黑气把它吃住 这个局面可以说是黑气优势的局面 再把旁边这个断一走 白气不太好 所以说这个猴很重要 当然也需要强大的计算力去支撑啊 实战推进就简单一夹 这个是比较能看得清楚的一招 破眼 白气一般 黑气挡住 接下来柯杰连回去 黑气一路度过 白气在一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仍然推荐黑气走这个猴 因为猴的话 这个白气的气是特别的紧 断连也多 他大致最强手呢 也只有这个粘 这个粘相当于一个先手 马上瞄着外侧的这个挖端 所以说黑气会补一手 等白气把它的这个段 再补一步的时候 这个黑气一路就有一个 搬完之后做节的手段 而且这个黑气不担心节 因为外面有一个本身节嘛 就是这手段 白气大致也不会跟着硬 他提节你再挖 然后呢 白气从这儿去点 要给你底下这块对杀 当然黑气可以不杀 比如说冲出去 搬一个 断完之后 虎猪 白气把底下团死 这个是AI给的一个转换图 这样转换的话呢 黑气仍然是小亏 但是比实战的处境要好很多 毕竟你中央的这个潜力也是很大嘛 对吧 白气吃的虽然也很大 但是脚上还有一定的味道 所以说黑气还是可以这样下的 实战 崔金就比较 想赶紧活下来 这个保命要紧 他打吃 那你打吃白气自然不会沾啊 不然的话白气气太紧 这个地方呢白气是站在右边 让你吃掉 踏在一段 那么这个气 黑气已经没办法跟着打了 再打的话 白气从这一打 再一冲 这个黑气要死 所以说 只有单长 白气贴住 黑气急回家 但白气在拐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黑气 仍然是没有沾 沾的话被白气往这一捧 你等于说吃到里面 以后还存在一个收起吃的问题 外面被白气刚才拐到 这一下头太大了 这个地方 你看右边的小潜力 基本上已经有十几木气出来了 你黑气底下一共才吃多少木 对吧 做完之后 而且白气往这个中央随便一震 这个黑气两颗子也是 比较尴尬 气也舍不得 不气的话 这个木数也有点多 所以说黑气也是 万万不可站在这的 实在挺出头 白气挖 黑气冲下去 形成了一波转换 白气沾 黑气搬住 把底下活气 白气反扳 黑气断完之后 白气再一反打 黑气左边一断 那么这个气走下来 这个黑气的胜率 只剩下个位数了 因为你全盘的这个空 也不领先 对吧 像左边这条边 到处露着风 比如说以后这个飞 包括这种打拔 基本上你不 不去这个一路立的话 也没什么空 上方也很薄 其实现在这个黑气 已经非常难下了 柯杰只要把 刚才被切断的 这中央四颗子处理好 白气是基本上 不可能翻车的 好 那气友们 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 后半盘的解说 看看崔金 还有没有什么 翻盘的办法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气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今天4月23号 柯杰对战崔金的 这场往期赛 现在柯杰空比较多 主要处理好 中央四颗子就可以 我们来看实战 柯杰先往右上去 先手一打 然后走了一手 尖冲 这个棋主要是 他把这四颗子 给看清了 如果说黑气 直接吃的话 白气就寻求 从边上的一个突破 以及上方的联络 这也是实战的 一个进程 当然这个时候 AI还提供了 一种思路 就是把这个 二路飞给走掉 这一步棋毕竟 也是非常大的一手 黑气挖持 接下来白气 还可以利用 这个地勾流 把黑气的空 全部掏光 因为这个底下 露着风 有这种爬 上方有打 黑气的这条边 整个就没有了 然后白气 可以把右下的 这个地方给踢掉 黑气 假如说要封口的话 白气还可以 继续往里面渗透 再往这掉一掉 黑气围的并不大 其实 因为白气下方 以及上面 都有头可以接应 实战 这个白气 坚冲 催筋 挖吃 柯杰冲下去 黑气再冲上来 下一手棋 柯杰也是走得 非常的灵巧 往上方去 飞了一手 这一手棋 很明显 一方面 要跟这个两颗子 保持一个联络 一方面 要从上方连回家 所以说 黑气也是 面临一个选择 他实战觉得 这样吃不够 所以说 他连根 把白气给切断 下一手 白气扳 黑气拐住 白气是靠了一手 这手棋 也是特别的有学问 如果是你 简单的往外长的话 那你就没有 把黑气给切断 这样会带来 一个什么问题呢 黑气从二路一扳 对吧 你外面 虽然说白气 有很多的先手 比如说这个尖 要触动三颗子 黑气可以拼一个 上面拐 也算你的先手 黑气打一手 但是呢 你回过头来 再搬在二路的时候 黑气往上一搬 因为你这个棋 如果退 黑气就 简单的连回家 那这个棋 白气是 挺凶险的 而且你还得 花一手棋 去连回 底下三颗子呢 也被先手吃住 这个白气走了一圈 仅仅是破空的话 意义并不大 所以说 我们来看一下 黑气扳的时候 白气也是只能硬着头皮 被切断 黑气再沾 白气底下打拔 关键是 黑气的二路的跳 是个先手 因为白气这个角 只要不补的话 你被黑气往二路一跳 是不活的 所以说白气得补一个 但你补完之后 上方再一虎 那局部将会形成一个对杀 而且白气的气是不太够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长和实战的靠 差别是非常大的 实战走在这 黑气顶住 这个气可能气我们也奇怪 为什么不挡 主要挡的话呢 以后始终会留下来一个切断 比如说白气以后 这二是先手 这二是先手 走完定型完 再把你这切断 把你这个头一闷 外面一虎 那你左边得继续补活 上方这一块气呢 也很薄 所以说这样黑气会有隐患 实战是单顶的一手 白气扳 这个气 白气也是不能冲了 冲的话 黑气往上一冲 下方有断 上方也有断 白气不行 扳住 黑气再往外扳 这个地方稍有不慎 就会满盘结束 黑气一定要扳 如果你沾的话呢 白气沾 就是等于说 你还得花一手旗 去把这两个字给扳断 多浪费了一手旗 而且这个旗 白气一断打 一沾 你这个旗还不能这样吃 这样吃的话 就有点太委屈了 被白气外面全部封住 这个黑气的空 并不多 所以说 你呢 被白气沾完之后 还得往外冲 冲完之后还得喉 但是底下的味道非常的差 白气往这个二路一小间之后 再往外冲 因为他气已经尝出去了 黑气中央四颗子得跑 跑完之后再冲 再把上方粘住 虽然说黑气可以通过收气 把左边的三颗白子吃掉 但是中央被白气沾 他的三颗子也跑出来 而且你黑气两颗旗筋也是 暂时跑不掉 越跑越重 这个旗形也不对 这个转换黑气不便宜 所以说是扳了一手 白气挡住 黑气断打完 上方再一打 黑气简单的连回 白气长 黑气贴 白气再长 黑气一尖 等于说把白气分成了两块 看似白气好像比较的危险 但是其实不然 我们来看实战 因为 这个靠完之后呢 相当于一个先手 接下来 黑气选择的是上方补击 因为这个地方 毕竟黑气还欠了一个断点 所以说把他补上 但是中央被白气这么一挤 黑气已经没办法去阻止白气联络了 你如果冲吃的话 很简单 这个旗 白气直接给你来个滚包 从这儿一冲出去 首先他上方这一块 是基本上联络的 中间串一个口子 黑气肯定不行 下手旗 黑气回到左下去二路跳 白气接了一个黑气大柱 这个也是一个先手搜刮 白气冲完之后 你得补齐挡住 你如果不走的话 黑气往这个上方一冲再一点 这个白气局部死掉 挡住 黑气右边一提 正式进入到收关 那么中央的这一串定型呢 也是大致如此 当然白气还要提防的就是 假如说 这个黑气以后 比如说中央多几颗子之后 你还是得回过头来去补一手的 不然这个黑气还是可以把你包进去 下手旗白气跳 黑气旁边一起 白气补活 黑气脚上先打了一下 中央一打 白气断打 这个其实黑气暂时也提不掉 所以说他把右边 右下角给提掉 这手旗很大 因为提完之后 以后还有一个脚上的二路夹 也是有一个后续的组合拳 白气先手一般组度 这个目数也是很便宜 再把中央提干净 那白气是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接下来 崔金右下角二路夹 夹完之后呢 他走的是二路的点 其实如果没有刚才白气三路跳的这手旗 黑气是有这个二路靠的手段 碰上去的手段 你如果搬 黑气反搬 现在因为有一个牢户口在这 白气可以挡住 对啊 黑气外面也断不掉 毫无办法 断的话白气就吃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跳的子啊 黑气扳白气就不行了 这个地方如果你反打 黑气打吃之后一断 底下的两颗子要死 这个也是对付这种手脚 夹完之后碰 二路碰是一个手筋 那么实在呢 因为有个跳他只能二路点 点完之后白气挡住 黑气最多便宜一点目数 白气这个二路的连搬 是为了马上定型 因为你这个地方你长肯定不可能 还有一手段 对吧 沾的话呢 黑气就简单的连回 这个以后脚上还是有一路搬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干脆就搬下去 搬完之后这个也是大致定型了 黑气以后也没有这个一路搬 上方找机会 白气还可以打一下 实在把中央给吃掉 这个先手一尝 再把这个断点一尖 本身贴着这个黑 贴着白气的后势 也是有一个三四木齐的潜力的 这手棋也很大 黑气上方一打 这边一尖 白气的右上角 因为还没有完全活 所以说把它挡住 黑气团 白气沾上 黑气中央一打持 沾上 白气这个沾先手 左边左上角 这个打拔也是非常大 马上还有个二路夹 所以说黑气得去补一手 白气挡住 黑气上方一冲 白气靠住 这个柯杰的关子也是非常的细腻 这一期黑气也没办法冲 这还有一段 沾上打持 沾冲挡打持 黑气沾 下面先手一打 上方再一冲 那么这一期呢 最近就认输了 因为白气已经领先了一个天幕 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一盘棋可以说 从右上角布局开始 这个黑气的胜率就在慢慢的下降 因为被搜刮的挺惨 再到上方 你这个拆二基本上算是一个小的败招 被白气左上角轻易活起之后 这个黑气胜率在不断的下降 再到后来底下发生战斗 其实黑气是挺有机会的 但是呢 几部棋都没有交换到猴这么一下 结果只是想单纯活出的话 被白气把四个子一吃 这个后世一死 那你这个棋被连根掏出 后面的空就有点不太够了 再进入到中后盘 将近关子阶段 可以说柯杰发挥的也是地水不漏 没有给崔金任何的机会 那么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希望请我们看的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